大家好,我是素颜出镜的钟小姐 我本来昨天发视频的时候我就说 我想休息两天,过几天再录 因为说实话每天 虽然大家看是一个十几分钟的小视频 但是因为后期还要剪接啊 配字幕啊什么的,工作量还蛮大的 还要上传什么这个那个的 所以本来想休息一下的 但是呢,术亦静而风不止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爆的好 重爆的好消息出来了 就是浙江卫视终于顶不住舆论的压力 暂时停播了中国好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做这个视频的原因 因为它并没有说是永久停播 而只是说在调查期间 暂时的停播这个中国好声音 所以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不能够让这个热度降下来 然后他们比如说 说是去调查这个 这个内幕啊,或者是好声音的问题 然后调查呢,过个一两个星期 看到舆论的热度下去了 风平乱静了,然后他们又重新开播 大家一定要严防这个 你知道吗 所以呢,一定要他们要把 就是把这件事情要继续的追下去 而且舆论一定要继续的这个 给他们施加压力 就是不能让他们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等热度一降下去又重新开播 那怎么能行呢,对不对 一定要让它永久停播 而且除了永久停播 中国好声音之外呢 它这个星空华文下属 它不只是餐心制作 就是制作中国好声音的这一档节目 它还有其他的分公司 分别制作其他的节目 那么昨天和前天的那个视频呢 因为我主要在讲法律方面的问题啊 就还有包括它那个股权什么的 这些方面的问题 然后就没有来得及 细跟大家细说 它整个这个传媒集团 它的一个组织架构 那么简单的说吧 今天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再继续说这个 回应这个媒体的这些事情啊 那么星空华文呢 它下面不仅仅是中国好声音一档节目 实际上呢它是 它是有很多档的 那么从我看到的那个网上的一个资料 就是他们那个上市公司的 那个公报的那个资料 是从19年开始的 那么从19年至今呢 它大概7788的就是星空华文这家总公司 就是它上市公司的这家公司呢 它是做了大概有十几档节目 那么有些节目呢 做一期两期的 然后它干不赚钱 它就停播了 那么到2022年到2023年为止呢 还剩下大概六七档节目 其中它最赚钱的一个就是 中国好声音 那么我这里的那个数据呢 我昨天写到小本本上了 所以我现在照着念 它在2019年呢 它的营收 就是中国好声音 现在只说中国好声音 这一档节目啊 2019年它的营利呢 是4.9亿人民币 2022年呢 是3.24人民币 2021年呢 是2.56亿 那么到2022年 我还没有公布出来 那就是它过去几年 4.9亿 3.24亿 2.56亿 这是它的那个营业 就是利润啊 不知道这是税前毛利 还是税后净利 昨天看到一个财经播主 有说一个说是8月29号 今天是25号嘛 对吧 8月29号呢 它这个上市公司呢 会要给大家 批报一个什么 就大概 我不知道是财政收入 还是什么 因为我也不懂了 我也不是做财经的 我首先跟大家顺便一点 我既不是律师 我也不是做财经的啊 这些资料全部都是 那个网上的公开的信息啊 我只不过收集 整理出来 就是说8月29号呢 他们上市公司 会有一个财报 那那个财报出来呢 可能会对股价 会有进一步的影响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要说一下 就是今天浙江卫视 一发出来那个 暂时停播 中国好声音的 这个通知以后呢 它今天的股价呢 是跌了17% 今天是大幅下滑 但是还跌的不够狠啊 好像还是50 53还是54 我记得数字 我记不清楚了 因为它那个数字 也是在不断的变动的 然后我接着往下讲 一个是中国好声音 这是它的营收 然后呢 第二个节目呢 是这就是街舞 然后这个 这就是街舞呢 它2021年到22年的 这个收入是2.39亿 也算是他们 比较赚钱的一档节目 那么剩下的那几档节目 赚的钱就很少了 但是呢 我也全部都点出来 就是大家如果要抵制 这个星空华文这家公司 和他提下的这些 制作的节目呢 就是说 我就把这些名字 先全部爆出来 第一是中国好声音 第二是这就是街舞 第三是点赞达人秀 第四是追光霸哥哥2021 第五是中国潮音 第六是了不起武社 好像我应该写对了吧 我抄下来的 然后呢 就剩下的那几档节目 就都没有怎么赚钱 比如说 这就是街舞呢 还OK 还赚了 去年还赚了2.39亿 就差不多2.4亿啊 那么第三档节目 就是点赞达人秀的 就只有2400万的利润 不知道是净利润 还是毛利润 追光霸哥哥呢 只有1700万的利润 就是去年 一年 然后中国潮音呢 只有880万的利润 了不起武社呢 是5300万的利润 所以他其实说实话 除了中国好声音 和这就是街舞 这两档节目 还算比较赚钱以外 就是上亿了啊 其他的的话 最多的也就是个 5000多万的收入 那说实话 你作为一档 综艺节目来讲 一年的这个营收 利润才5000多万的话 这个基本上 就是不赚钱的 基本上就是不赚钱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好声音 是他们手上 仅剩的最后一张网牌 还有一个节目就是 这就是街舞 这个我没有看过 这后面的都是新节目 我都没有看过 所以呢 那他 他这些每一个节目呢 实际上他都是 在星空华文的 这个母公司的 总公司下面呢 他都是成立了 不同的分公司 每一个分公司呢 分别去制作 某一个节目 所以他这个 怎么讲 他这个股价也好 股权也好 他那个结构就很复杂 你知道吗 这不是我这个 一两天做个 research研究 就能够搞得清楚的 但是呢 就是说 他不管怎么样 他是一个资本 然后他这个 财经的这个 爆出来呢 他这个 星空华文的 背后的资本呢 是叫CMC 叫华人文化的 这么一家公司 那么这一家 华人文化的 这个持股 就是说华人文化 给这个星空华文 投资 但是这家 华人文化 这家投资公司呢 他那个背后的股权 就更复杂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资本运作起来 这个就无数家公司 都在参与 而且说实话 就是前两天 就是 今天不是下跌吗 那么昨天和前天 他连续两天 他股市是有微升的 第一天是升了 6.39% 我记得 然后第二天是升了 百分之几 反正就升的很少 但是他是往回升的 然后呢 我当时还以为 是因为那个柳黎 不知道 没有确证 是不是他本人的 那个微博账号 我还以为是 他那个微博 他冒充他的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那个账号 是谁的也不知道 反正一个叫 柳黎的微博账号 发了一个道歉声明 但是现在看来 80%的应该是假的 应该不是柳黎本人 然后那 那不管怎么样 他道歉以后呢 那个股价微升 所以当时我以为 是因为他道歉以后 这个股价微升 后来我看那个 财经主播的那个 那个新闻报道 才知道呢 是有庄家 在背后操纵股价 就是在慢慢的买 我也不知道 他们这种 操纵股价 是合法的 还是违法的 但是就是说 这两天的那个 小幅度的回升 升了大概 10块钱左右 每一股 是因为有庄家 在购入 就是想要维持 这个股价 但是你架不住 人民群众 现在 现在中国好声音 就是一个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呀 对不对 你架不住 大家的舆论 所以说今天 那个浙江卫视 顶不住这个舆论的压力 说暂时停播好声音 接收调查以后呢 这个股价夸击一下 又掉回去了 又掉到50出头了 就基本上 跟他最开始的 那个发行价 差不了太多了 已经 那么那个庄家呢 有人爆出来 好像是 那个名字 我记不清楚了 好像是中金 还是中信 我记不清楚名字了 因为我不是做财经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 这个资料 就他们爆出来 这个庄家 然后我昨天看到 还有一个更加 有意思的一个爆料呢 就是实际上 他是前天爆出来的 但我昨天才看到 是说呢 好声音这个事件 就是李文的那个录音 放出来 好像是17号 8月17号 还是18号 对吧 然后呢 那个 他是一个香港股市 专门的操 就是 炒股的一个 专业人士说的 他就去查那个 查那个 K线图嘛 然后就说 不对呀 在这个李文的 这个好声音的 这个录音 曝光的前一天 有一个大庄家 就已经开始在 抛售 好声音的股票了 换句话说 已经有一个大庄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庄家 他说应该是一个基金公司 因为就是说 你如果小的庄家 或者是个人操作 或者哪怕是股东操作 都没有 都不可能做得 这么隐蔽 因为他做得很隐蔽 就基本上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就根本看不出来 他是在放盘 你知道吗 所以在 李文这个好声音的录音 爆出来之前的一天 就已经有一个大庄家 我不知道是谁 他也没有说 一家基金公司 在沽空 在出售 这个星空华温的股票 而且 而且那个专业人士 他说 他这个手法 这个操盘手非常牛逼 做得非常厉害 就是说根本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 根本就看不出来 有人在操盘 那么 好像他就卖掉了一个亿 差不多卖掉了一个亿的 那个 价值的股票 然后他就说 他说所以呢 因为这个操盘手 这一天 提前一天的 他肯定是得到了 内幕消息的 这样一个操盘呢 这家基金公司 就损 就没有 就止损了嘛 那他至少就止损了5000万 因为后来股价是跌了一半嘛 到现在为止 已经跌了超过一半了 55%还是56%了 就是他的股价 所以 这个资本啊 这个星空华温后面的资本啊 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是谁 在提前 知道内幕的情况下 抛售了 星空华温的股票 但是 这后面的事情太复杂了 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 可以能够想象的到 或者说能够看破的 总而言之呢 我们就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家公司呢 他不仅是违反 这个社会功德 这么简单的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 中国好声音这一个节目 还包括他其他所有的节目 都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黑幕 都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内幕 首先呢 我们在呼吁华纳音乐 还有李文的经济公司 家人还有粉丝团 去状告中国好声音 要求天价赔偿 赔偿李文的经济损失 和身心受到的伤害 因为他这已经是违法行为了 很明显的 很违法行为啊 就打他骂他 还有什么这个那个的 就那些细节 律师会计局证 在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要 我现在也要鼓励 就是所有的 曾经参加过 这个中国好声音的 这些学员 不管你是拿到了名词 还是因为各种黑幕 没有 根本就没有到电视台去 录像参赛之类的 但是你有参加这些 被中国好声音这家公司 蔡新文化授权的 这些全国的海选 因为他们很多人 就是很多学员就爆料嘛 就说我们这里还在海选 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评出来结果 那边电视 电视节目就已经开始录制了 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些海选 全都是白 就是白选了 那整个就是一个诈骗呢 那这如果就是说 如果这些 全国的这些好声音的学员 敢勇敢的站出来 他们已经站出来 我已经看到很多 单个的这些学员的爆料 然后他们好像就 收到了花圈啊 遭到了打击报复啊 还有什么恐吓电话啊 这些全是违法行为 我告诉你们 所有的这一切 全部是违法行为 所以大家说 好声音是个黑社会呢 那么这些学员 你们不要怕 你们要团结起来 就是你们要互相联系起来 因为现在我看到的 都已经不下一二十个学员 在这里报好声音的各种黑料了 包括这些违法行为 还有什么 把他们叫进去 叫到一个小黑屋子里面去 要签那个 要签那个什么什么 十年的卖身系的合同 然后那个 还有爆出来 包括吴莫愁 第一届好声音的那个 我认为应该是冠军 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成了亚军的那个吴莫愁 说他跟当时 跟好声音签约以后 在他获得亚军的那一年 他就是好声音组织了 很多很多的 他们这个 这些学员的演出嘛 就把他们当成油仙术 你知道吗 就是吸人血 然后呢 好像是吴莫愁 就给他们 这个好声音这家公司 赚了一亿 一个多亿 就那一年的各种巡演 他们好像一年 几百场巡演那种 恨不得 然后呢 就给他们赚了一个多亿 然后他最后分了 非常非常的少的钱 那具体他分了 到底多少钱 我不知道 然后而且后来 这个好声音的公司 还拒绝给他发唱片 那你等于就是 就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已经没有话 去骂他们了 你知道吗 就吃人不赌糊涂的那种 你知道吗 你把人家剥削的 一干二净 然后还不给人家 一个歌手发唱片 人家还得了 这还是亚军哦 你知道吗 还是吴莫愁哦 当年就是人气非常高的嘛 大家都很喜欢他 然后还不要说那些 比如说没有拿到名次的 或者说是前十名的 或者说是只是进了一个 转身的那些那些学员 不知道会被剥削成什么样子 你知道吗 所以所有的这些 不管成名了的 还是没有成名的 甚至都没有能够去参加 这个电视节目的 这个播出的 所有的这些学员 你们应该全部组成一个 一个群或者是一个圈 一个微信群 或者一个粉丝圈之类的 就是学员圈 学员群 你们几百个人也好 上千人也好 你们要团结起来 一起然后找一家律师事务所 或者说是你们要分开做也行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 集中起来几百个人 或者几十个人哪怕 然后集中起来 找一家律师事务所 来状告好声音 你们是稳赢的 你们是稳赢的 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正人 而且你们所有的人都有证据 对不对 所以你们全国的这些 被好声音黑幕了 操纵了 或者说是诈骗了 就是让你们交 不管十万也好 交五十万也 转定费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跟你说 你如果给多少钱 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节目 所有的这些 你们全部要团结起来 然后找一家律师厂 去告好声音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能够让这种 完全没有任何人性 完全没有任何道德标准 然后 就是一家烂透了的公司 再生存下去 我们不能给它 任何翻身的机会 一定要把它 现在已经不只是 要让它股价跌到股底 而是永远不能让它 再有翻身的机会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就算是我们 就是成功了 让中国好声音彻底停播了 然后 那很简单 他把这家公司一解散 他把蔡新文化公司一解散 原班的人马 再组建一家公司就好了 很简单 再组建一家 比如说A公司或者B公司 然后把蔡新文化的 所有的这个股权 就是星空华温的这些股权 全部卖给了一家A公司 或者B公司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只要 星空华温这家母公司 不彻底被停牌 不彻底被下架 不彻底被法律 告垮 告他们赔偿添价 这一帮 害群之马 还会继续 换一个名头 金蝉脱销 换一个身份 然后又开始搞这一套 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这样做 所以 要 叫什么 叫 一定要斩草除根 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其他还有很多 我本来想说的 因为时间关系 现在已经十几分钟了 我就不说了 让我休息一下吧 我真的不想明天再做 再做这个 这个这个视频了 anyway 希望大家一定要 拿起法律的武器 把这些 骇人的黑社会 这些公司 所有违法的行为 追究到底 追查到底 谢谢大家